提到Angela Baby 杨颖想必如今的她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在跑男之前 提到杨颖这个名字 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因为其在跑男中的表现 没有偶像包袱 且性格开朗 使得Baby积攒了许多人气 更是从默默无闻的配角 一跃成为了影视作品的主角 但是从她个人的 迎评处女作《云中歌》开始 演技就一直被网友们吐槽 之后在《孤芳不自赏》中的 抠图 瞪眼 以及面摊式的演绎 更是让人无法忍受 而影帝梁朝伟对她的评价是 Baby挺让我惊喜的 就像挖土豆 挖挖挖 不知道下一个永远会挖出什么来 不过影帝这样的评价 也是让人琢磨不透 不知道是在夸奖 还是在贬低Baby 这不 最近又有一部杨颖主演的 以创业为题材的电视剧 《创业时代》上映了 她曾表示 为了这个角色 还特意去线下的实体企业 实习了两天 感受职场女性的状态 所以很多网友都在关注 她的演技有没有提升 但果然不出所料 该剧虽然有黄轩和周一维 两位演技派坐镇 但大家又再次感受到了 被瞪眼式演技支配的恐惧 她还坦诚地说 一直以来 自己的演技 却是被好多人诟病 还委屈地说 自己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 对此 网友也纷纷吐槽 不是科班出身 出来演什么戏啊 说得人家赵丽颖 好像是科班出身一样 拜托别演戏了 做你的综艺吧